大家好,炒蝦球要如何處理才會爽口彈牙呢?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簡單炒蝦球 方法是將蝦中間割開,將蝦尾捲起成為球狀 這次是蝴蝶蝦球,將蝦割開起雙飛成蝴蝶形 要用大隻一點的蝦,吃進口,口感像龍蝦 快有年尾了,這個蛋白蝴蝶蝦球是很適合過節的菜式 這裏有急凍的大蝦1磅15隻 解凍清洗乾淨去殼,拿乾水分30分鐘 這裏買的蝦通常都去曬蝦腸 如果你買的要自己清蝦腸,就不要用牙籤挑蝦腸出來 要在背部割一刀,然後清理蝦腸 這樣炒出來的蝦吃進口就會沒那麼硬 不割開表面的浸衣,浸衣就會包緊蝦肉 蝦肉炒出來就會硬,不信你可以試試 根據影片中的做法 在中間割開,不要割斷,起雙飛成蝴蝶形 就像現在這樣,炒好後就會捲起 蝦大隻吃進口,口感像龍蝦 其他的都一樣做法 加好所有調味後拌勻,放入冰箱4小時 我用的是西蘭花 有些部分如果切開條款比較粗 在中間割一刀,煮的時候和頂部的花瘦熱均勻 不會太花熟,條款更硬 像我現在影片中一樣割開 煮滾水,加一些油和鹽 下西蘭花,水要蓋過西蘭花面 不需要蓋蓋,用大火煮滾 煮滾後就可以關火了 浸1分鐘至2分鐘,視乎你想西蘭花多軟 試一下夠不夠軟,不夠軟再浸多1分鐘 這樣煮出來的西蘭花,軟硬色中和青綠 撕起左,鋪平來放,不要搭在一起,讓它梳氣 用雞湯埋芡,用影片的方法混合後 埋芡冷凍少許也不會稠稠稠 蝦雪4小時,在炒之前加一些油 還有蒜片,蛋白兩種,薑片和紅蘿蔔片 紅蘿蔔片要來裝飾的,不放也可以 熱鍋下一些油,用中大火,爆香薑片和蒜片 然後下蝦鋪平 因為蝦剛才醃的時候黏一塊 現在用鑊鏟或者筷子,把它分開 壓一壓,在未熟之前要把它壓成蝴蝶形 煎一煎,煎至八成熟,就可以加調味 不需要太鹹,稍後還有雞湯埋芡 八成熟,先加調味,炒好後就會剛剛好全熟 熟火,夠味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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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推開,推4-5下 推好後等15秒就關火 然後再等30秒就可以倒進蝦裡 現在可以看看炒好的蝦捲起 如果看不到蝦味,是不是像龍蝦呢? 用大小一點的蝦,吃進口,口感像龍蝦 但是,龍蝦的衣比較厚,炒起了有時候覺得硬 但是用大蝦炒就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價錢沒那麼貴,過節人多吃飯,又想吃得好 價錢相宜,也是一個好選擇 試過好味的希望可以分享出去 喜歡的給個like,訂閱我頻道 我還有其他過節的簡易菜式可以選擇嘗試 多謝收看